報道好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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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 人夢 大四驚 張明佑 講給你聽 報道好名聲 報道好名聲 嗨 大家好 歡迎收聽報道好名聲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收到 我們報道電報網來製作 每禮拜禮拜 全國電報 上午11點的時候 在高頻地區FM96.9 豬狼電台 下午1點在北部地區FM98.5 報道什麼聲 下午3點在中部地區FM99.1 台車電台 當然你也可以在 禮拜日上午11點 透過我們的YouTube頻道 來看到報道好名聲 的報道好名聲 今天大家要請 來聽的 是艾瑞克影新聞 主持人 也是影新聞 總編輯陳志仁 志仁哥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志仁 歡迎有機會 記得收聽艾瑞克影新聞 可以按讚分享加小鈴鐺 最近我們這幾集都在談說 白沙屯媽祖遶境的故事 相當精采 歡迎大家來踴躍收聽 對這個有廣告的嫌疑 但是我是故意讓他打不到了 不是啊 白沙屯媽祖 遶境有很多故事 雖然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就不談白沙屯 我們要聽白沙屯 就要聽艾瑞克影新聞 對 好 我們來講一下民調 因為最近雖然政治比較淡 但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還是做了民調 20歲以上的台灣人中 有3成1支持民進黨 2成2支持國民黨 1成9支持民眾黨 那2.3%支持時代力量 那2成4的中性選民 民進黨領先國民黨 9.5個百分點 那國民黨又領先民眾黨 2.7個百分點 簡單來說 民眾黨已經下跌到 2成以下了 那台灣人呢 支持政黨的傾向呢 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 當然民進黨略升 其實會講這個呢 是因為我們看到立法院長 我不知道立法院長上任之後 整個立法院在幹什麼 因為開議這麼久了 很多的民生法案都沒有好好審 但是呢 國家議事呢 在國民黨 52加2之後呢 我覺得整個立法院相當的混亂 大家都好像在作秀一樣 把立法院當成建技場 但是這樣做是對的嗎 那立法院長沒收這個質詢權 是對的嗎 那為什麼一個簡單的意識規則 意識常態 會變成羅生門呢 其實我在立法院待過 通常呢 不管是議會或立法院呢 只要是委員會在開會的時候 大部分立委都不會到場 然後他們辦公室一定會有電視 然後就會一直盯著電視 盯著電視 對對對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一直準備資料 因為下一個可能是換我去質詢官員吧 呃 這是不是怠惰啊 因為呢 這個中間的過程 當然陳廷飛知道韓國有行程 然後改由書面 然後陳廷飛又變成縱使之地 然後因為他跟呃 立委去換了這個質詢的時間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然後羅明昌為什麼要遲到呢 我覺得大家呢 阿聽了他聽了沒有啦 因為你如果沒有立法院 做過的總理 這是議會做過議員的總理 你對很多的委員會到底怎麼樣 你會搞不清楚 這個我要請智仁哥來幫大家解釋一下 好欸 各位大家好 通常我們明代機構 不管是議會或是立法院開會的時候 有時候在質詢的時候 他會排說今天是哪個議員或哪個委員來質詢 那大家都有一個時間表 那通常的話譬如說在立法院大概目前的質詢 是15分鐘執行院長 行政院院長 那他們就會排一個表 不管你是書面或是說現場要去質詢 那這一次發生比較大的爭議是說 照立法院以往的常規就是說 委員會排的質詢時間以後 大家就會在各自的辦公室裡面 或開一些協調會裡面來盯那個時間 如果時間差不多快到前五分鐘十分鐘 大家才會進入議場裡面去質詢 那因為這一次 因為陳婷被改成書面質詢以後 然後加上說 韓國瑜當初就是在喊說 因為其實在立法院的規定裡面就是說 如果主席喊了三次沒到的話 就表示放棄質詢 喊三次 一次兩次三次 那這個三次怎麼喊 可長可短 或者說這個主席可以想說 我們休息 先找一下某某委員先來 等一下換到他質詢 但是這一次韓國瑜都沒有做 他直接看到說 下一個沒來的時候 又喊了三次 沒有再換下一個 那大概十分鐘之後 所有的後面要質詢的委員的名字 全部喊完了 那這期間 我們的秘書長 立法院秘書長 周萬來有跟韓國瑜建議說 是不是要先暫時休息一下通知委員 但是韓國瑜不採納 就一次十分鐘噗噗 就唸完 那造成說 因為大家都沒來 以後就也沒人 就宣佈散會 那韓國瑜他是照立法院的 意思規則這樣也沒有錯 但是以往我們在立法院 跑立法院的記者 或是立委都很清楚說 這有時候大家會有個默契說 當這個時間快到時候 會議事主 或是說立法院會通知委員 趕快跑來現場質詢 但韓國瑜這次訓得不及言了 啪啪啪一下十分鐘之類 都唸完 所以當初下一個要來質詢的 洪森漢委員用跑了 到現場的時候已經結束了 引發大家的很不滿 所以國民黨其實私下也有一些博有為辭 但是民進黨更生氣 所以民進黨那幾個沒被質詢到 就要質詢的委員 沒質詢到委員 就跑到立法院長韓國瑜辦公室去跟他溝通 但是有些媒體會寫說 去嗆聲 對 這個東西我們分幾個層面來看 照議事規則來講 喊三次沒到 那就是你的質詢選就被沒收 這是很合理 但是照立法院前面 從王金平到後面幾任的立法院院長來講 不管王金平蘇嘉全 或是到游行工作 其實當你的質詢 立委的質詢時間到時候 如果還沒到之前 他們會先通知 醫師組會通知 或是說很多的立委員的助理就盯著電視 然後趕快通知你的老闆去 那這一次因為韓國瑜 喊的速度很快 那也不接受秘書長周恩來建議 所以引發這些的爭議 那部分的藍綠都有 立委在私下跟我透露說 其實韓國瑜是在立委 為什麼要立委 立委 為什麼 等一下 這讓我想到一個場景 大概兩個禮拜前 魏環開會的時候 柯智恩 你還記得嗎 柯智恩當趙偉 他就說 一元支 一元支 結果一元支跑去上節目 是 這個東西 是不是韓國瑜在學他 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像是說 那為什麼講到立委 是因為韓國瑜認為說 我們在開這個院會的時候 結果只有他跟行政官員都在 然後立委就要直選人才到 那在畫面上看起來相當的覺得 跟美國比起來覺得好像不受尊重的感覺 那他也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 讓所有的委員 以後在開院會的時候 幾乎可以到期到現場去 這是一點 第二點是說 後來當時韓國有接受民進黨的一些溝通 他們有召開那個協調 三黨的協調 但是 這個又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 這三黨協調裡面 民眾黨 一開始 他總召是黃國昌沒有錯 但是黃國昌還沒來之前 黃沙沙還蠻認同 民進黨提了說 補救措施 但是黃國昌一來要全部推翻 然後加上說國民黨復婚期反對之下 所以這個協商就破局 對不了了之 所以這個還沒有去 第二點是說 剛才講到葉原資 大家那時候 大家在罵民進黨說 開會期限制也不到異常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怠惰 但是 大家如果很想看 前幾次 最近也幾次 在質詢的時候 九點開始的時候 葉原資是九點半以後才到 他就說我有質詢到啊 那為什麼葉原資就可以在研究室裡面 不管他是所謂 召開協調會 或是幫板橋 地區爭取什麼 開工廳會都好 那他可以到九點半質詢時間才到 為什麼民進黨的委員 一定就要九點或是 因為會一開始就要到現場 這個如果不是雙標 什麼才是雙標 這是第二 第二點我要跟大家講說 除了這個以外 大家知道說 其實有時候改書面質詢 對一些民意代表也是有點傷害 我舉一個新北市一個大家可能 比較顯為人知的例子 上一次 因為 我們那個新北市長 侯友宜要去選總統 所以他就請假 那 這個侯友宜要選總統 這一段期間 或是上會期期間 很多的國民黨就會用書面質詢 在總質詢 用書面質詢 那無可厚非 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只要是執政黨的民意代表 通常在總質詢的時候都會採書面質詢的方式 但這一次出現一個很有趣的像是說 因為國民黨用書面質詢 導致所有的議會的66個議員 所有新北市議員都被扣薪兩天 為什麼 為什麼被扣薪 因為有規定說 開會議員要開會 議長有敲錘那個才算開會 有敲錘還算開會 才可以領出席費2450 就因為那兩天國民黨都是用書面質詢 所以沒到現場就沒有敲錘 沒有敲錘 所以整個新北市議員總共被扣兩天的薪水 那折合新台幣大概三十幾萬元 所以從此 大家都這樣就好了 大家都這樣就好了 所以說大家現在國民黨也學聰明說 他就算書面質詢也要最少有一兩個來現場 有那個議長敲錘那個才能領 那以看這個這次的爭議來看 韓國也沒收爭議員爭議來看 如果照未來這樣歧視下去 那如果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的假動跟動員力比較強 而且民進黨在議長時間會比較集中 如果以後每次開會 民進黨只要看人數不足就喊清點人數 那這個會也開得下去 再者是說 這一次你們這樣子 韓國也這樣十分鐘之內啪啪啪練完 結果行政館就可以回去 那某某程度是不是 讓這行政官員更爽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行政官員最怕立委質詢 結果你不讓立委質詢 是不是有點放水的協議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這放水協議 那這樣大家會不會想說 也要扣薪水啊 要不要扣薪水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薪水小偷 為什麼 在議會裡面沒有質詢就可以扣薪水 沒有就是改薪水執行就扣薪水 那在立法院裡面這樣子 大家會不會解釋說 我民眾我人民選舉出來也付你薪水 結果你沒有做事 就因為你的個人 或是說因為一些因素沒來 那是不是如果中間當初那一時間 如果聽周萬來的建議 我們先暫時休息一下 然後趕快請委員來質詢 那是不是大家都很好 那你這一次就 十分鐘之內 把所有東西念完 然後就宣佈三位 那其實對立法跟行政官員來講 行政官員好不容易到期 把時間空出來等你 結果你不讓他質詢 那對國家是好的嗎 對民眾是好的嗎 這個我想說 各位的民眾或選民各有公平 我們知道南海這幾年爭議蠻大的 包括最近這個菲律賓 突然間強硬起來跟台灣的感情 變得好像不錯 從去年開始 菲律賓的漁船問題 跟中國一直產生矛盾 那大家知道呢 這個南海 南海就是台灣南邊的海獄 具有相當的貿易及戰略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海洋資源相當的豐富 那據聞呢 醞釀了大量的海底原油跟天然氣 所以中國在那邊 不斷的去創造自己的水域的主權 說那個他的 我們也說那個我們的 所以 其實 我向那個國民黨的立委 你要去這個太平島 五月的時候馬文君 他現在是外交國防委員會的招委 要帶隊過去 其實你可以去真母暗殺走走 因為我讀歷史讀那麼久 我還真的不知道真母暗殺到底長得怎麼樣 然後有時間呢 你也可以跑到蒙古去走走 因為那裡還是屬於中華民國的主權 所以各位要知道 其實從這個憲法的角度來看 領土的劃分是有很大的區域 很大的一個爭議 好不管怎麼樣呢 南海是全球上這個貿易量30%的戰略海域 那所有權呢 包括這個中國啦 台灣啦 菲律賓啦 汶萊啦 馬來西亞 印度啦 印尼啦 應該是印尼 印度尼西亞 然後越南啦 大家都看到中國 胃口大開 包括這個南沙群島啦 黃岩島啦 仁愛礁啦 他們都一直說黑人島的 但是 南沙最 南沙群島 應該說南海最大的一個島嶼叫做太平島 是 我國是有國軍在駐守的 沒錯 雖然我沒去過啦 因為去那邊實在是有點 來回可能要 大概最快要7個小時啦 7個小時 是坐飛機還是坐船 坐飛機 因為他現在有機場了 喔他有機場 對對 但是就是軍機嘛 一般的民間航空可能 也不太容易過去啦 對 那志仁哥我先跟你問 你認為 國民黨現在在呼籲說 欸 過去阿扁也有去 過去阿扁也有去 是 是不是 蔡武也應該要去呢 可是 阿扁又說 現在爭議那麼大 你叫蔡武你去不去送食嗎 是 參加戰局嘛 對 所以你怎麼來看這個問題 我覺得 當然是說元首到我們自己的領土去 去走一走是個好事 但是要看時機 我們做什麼事要看時機 目前中國大陸跟菲律賓正在緊繃 甚至說中國拍個水炮去攻擊菲律賓的旅船 那在這個爭議的時候 一般國際社會都比較傾向支持菲律賓的情況下 那台灣有必要在這時候去攪局嗎 有必要去幫中國去宣誓嗎 主權嗎 第一個 如果蔡英文去的話 中國會覺得說 台灣本來就是我中國的一部分 你看連我台灣的省長 我台灣的特首都去宣誓主權 表示說這個太平島這個南海本來就屬於我中國的一部分 這時候我們有需要再繳這個局嗎 有時候 我們大家都已經知道說太平島有中華民國的守軍了 那表示這個就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何必還要去多此一局 尤其在這個中非他們那個 剛好在衝突之際 那這時候總統如果過去 那對於維安 對整個國際情勢會不會受到影響 到底是要以為一個爽志去 還是說要兼顧國際情勢以及總統的維安 雖然說他已經快要卸任了 第二點是你們講到了陳水扁 或是說馬英九之前都有去 那為什麼 大家想想看 陳水扁任內的內政 內政是不是那麼好 然後再說有一個紅三軍的事件 那馬英九任內是有太陽化事件 他們因為為了這個在內政上可能民調都不高 而且這兩位前總統先任的時候民調都不怎麼好看 所以他們要藉由宣誓主權來鄰居一點共識 但是蔡英偉不一樣 以目前蔡總統即將卸任 當然滿意度是歷任總統裡面最高會過半 第二點是他在外交的表現 是另外兩位總統比不過了嘛 所以他的內政外交都還滿意度還算滿高 請問是這樣 何必為了一個意氣之聲說我要證明太平島是我的 所以我到現場去 即便小英總統要到太平島也不需要大傷其苦 我去以後再宣布就好不要大傷其苦 然後就說總統不去我去我帶大家去 5月16號我就要去 那這個還滿有趣的現象是馬文軍他目前深陷 那個洩密案的風波 那個檢調還在偵辦中 你叫一個有問題的人說我要去現場去看 那這個太平島上有一些國防的設施國防的機密 而且登島簽署一些文件 請問一下馬文軍會不會簽 敢不敢簽 這個東西我覺得滿有趣的現象 第二點是說總統的行程總統要不要去 大會講說民進黨的立委也同意啊 對啊沒有說民進黨立委同意 蔡英文的確有機會的話是應該到太平島去 但是他們重點是總統基於各種考量 如果覺得OK就去 不像國民黨多多便說你不去 你就是沒有在守護主權 你之前在喊都是假的 你就是意識之爭 你就是怕 我覺得感覺上他們這個國民黨這種說法 好像在呼應大陸的一些說法 因為在南海爭議上面 大陸目前找不到很多 今年的國家都不提他嘛 對 那這時候如果蔡英文總統過去以後 是大陸可以宣導說你看 連我所謂台灣是我中國一個特首都去那邊的 表示這個主權本來就是我中國大陸的 你和平淡淡這個渾水 有些東西是實質意大於宣示的效果 那這個明明太平島就已經有中華民國的手軍 這無庸置疑的 所以也不用大家講說這個是誰的誰的 大家都知道說太平島就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過去呢 阿扁去的時候是因為那個機場落成 是 對 因為過去你剛才說 過去要去的都在桌子 桌子 現在有機場嘛 就是2008年二月二合的時候 他去的落成 對 馬英九是因為 本來真的要去 對 他有一個叫做馬錫會 是 所以是馬錫會後去 對 然後在那邊評出一個叫做 南海和平倡議 是 在這個時候 有人跟我們叫做總統去 欸 國民黨過去不是一直主張說 不要挑釁 兩岸兵凶占尾 那現在 這個菲律賓跟 這個中國在兵凶占尾的時候 你看連布林肯都出來講話了 是 阿你又叫我們的總統去 所以 國民黨司馬昭之心 我覺得那個前立委李玉芳之前 在電視上說 欸 談話性節目他也講過嘛 之前他要去南海 去那個太平島說 也 美國部分也 通過關係 拜託他不要去嘛 對不對 那大家都希望民進黨 不要去挑釁中國的前提之下 那為什麼 這一次一定要叫蔡英文去 那是不是在幫 中國大陸坐駕 那 我示範一下 國民黨立委裡面居心叵測 很多事情 一定要在 當 一定要在那個當下嗎 一定是要在最危險時候去嗎 對不對 這個東西我覺得 其心可意啊 如果你真的那麼愛台灣 你就像說 欸 有些媒體這樣說 其實總統去不去 總統自己決定 但是 立法委員 如果像國民黨這樣 墮墮逼人的話 那他覺得這個都是 他會存疑說 這個到底適不適合 民眾會不會支持嗎 我覺得很多事情 國民黨提了很多的法案 不見到民眾會支持 就像之前前陣子講的說 縮短大陸配偶的那個身份證期限 結果民調出來 大家都反對 甚至國民黨支持度不到一半 那最近就不敢吵了 就不敢吵了嘛 所以我覺得說 國民黨 你們現在是國會的最大黨 好 現在是國會最大黨 那你們提了任何法案 拜託去 以民眾民生為福祉 不要再陷入我們的 政黨之爭 不要到時候動不動就是要 黨爭黨爭 那其實 對民眾會講 那我選你幹嘛 我選你幹嘛 選你如果是在黨爭 那我幹嘛選你 應該趁著這次民眾支持你的時候 好好提出一些法案 甚至說 國會好的改革法案 如果你就提的出來的話 大家都會支持你 不是成一個口舌之爭 不是什麼為了 可能要贏好 贏好中共 贏好什麼 然後會挑釁什麼 或要製造一些紛亂 讓民眾 讓大家覺得說 民進黨政府不好 其實 政府是大家的 那如果大家可以 為這個民眾 為台灣的利益 去找一個好的法案 或是你嚴格監督 我覺得民眾會很開心 那如果你是為了一己之事 或是為了 把民進黨穿個小鞋 讓他跌倒 或讓他總統怎麼樣的話 那我覺得民眾 都會看在眼裡 畢竟現在的選民 眼睛是血亮的 對 因為我看最近 有民調就出來 這個 剛才我們講到支持度 我來講一下滿意度 對 我記得靖周刊有做一個民調 就是 民進黨的立委表現的滿意度 是40.7 滿意 不滿意是42.3 那國民黨立委的表現滿意度 有36.8 不滿意45.9 民眾黨的表現是滿意有34.2 不滿意有46.7 所以也證實一件事情 就是立委選戰之後 好像大家都看清楚 到底誰在國會是在演戲 誰在表現 如果照這個民調看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大家對立委的滿意度 不滿意度高於 不管哪個政黨 不滿意度都高於滿意度 對 那尤其民眾黨的落差更大 那當然民眾黨會講說 這個民調來來去做參考 他們會檢討會怎麼樣 但是大家也看說 這一次的民調出來 雖然民進黨的滿意度跟不滿意度 不滿意度大於滿意度 但是大概不到3% 差不到3% 但民眾黨顯然相對不滿意度 國民黨跟民眾黨都差滿多 是滿多 所以這個也是跟所有的 藍白的立委一個警鐘一個警訊說 如果你們在國會的質詢上面 沒有充分讓民眾看到結果的話 那下一次選舉對你們來講 非常非常嚴苛 第二點是看 這一次我們看到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民調 以選公司的下滑 對 不管他的聲量或什麼 好像都這些 大家開玩笑說 原先的柯粉圓 過一對到韓粉身上 所以韓國瑜這一次 在立法院主持的一些 院會或一些爭議上面 大家覺得韓國瑜好像 看好度比較好 超過五成 另外一點是說 另外一點大家會覺得 韓國瑜好像變得比較正常一點 真的他有做萬奶茶蠻多的 是有一個好的幕僚 加上說因為立法院長 他是個間接民意 他不是直接民意 他不用站在第一線 所以很多的事情 他只要在議會 在國會主持的各種會裡面 主持稍微公道一點的話 那大家就會對他很肯定 所以不管藍白綠的立法員們 你們在國會的表現 如果黃腔走馬的話 那我覺得選民 是不是給你一個很好的 會給一些相當的教訓 所以我要奉勸所有立法院 既然你們有名義上 基礎上當起立法院 拜託你們在法案上面 多用點心去審一些法 尤其民生法案 不要為口舌之爭 為政黨之爭 為黨派的利益 我想問一下智人哥 因為剛才我們講到這個 南海太平島的一個事情 其實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海昆號 是 我們花了將近快五百億 去研發出來 然後五月的時候 他就要下海了 那我想問 後來賴清德跟蔡英文總統 去聽這個秘密會報之後 那賴清德才是說要一次到位 意思就是說 要陸續去生產 不用每一次再通過預算 那每一台大概要兩百多億左右 就等於要有八台 那有這個執行 就是四台在周邊海域四台待命 然後這樣子輪替 王洪衛就出來罵了 他說這個國家預算會崩盤 然後國民黨有一些人說 這是在挑釁 賴清德還沒上任 怎麼可以這樣子乾涉呢 黃國昌就更不爽 他就出來罵說 欸 那這麼重大的決定 為什麼 你還沒上任就可以決定呢 我想問一下 智能哥怎麼來看 因為 講到南海爭議 那我們都知道 潛艦國造 這個對台灣來說非常重要 我只問一下大家 問一下現場 問一下民友 請問一下賴清德現在身分是什麼 副總統 請問副總統有沒有資格 可以啊可以啊 建議有沒有 當然有啊 當然有資格嘛 第二點是 難道藍白的委員是反對潛艦國造嗎 第三是預算問題 預算不是一次到位啊 是這個 當然是巴燒一次到位是 分年逐年的編列嘛 那這個編列以後 倒是他是不是要送立法院 那是不是要立法院去審議 那賴清德只是基於副總統的身分 然後提出這樣的看法 那最後的預算權還是在立法院嘛 沒錯 對啊 那這有什麼好談的呢 難道台灣的國防 大家都要擋嗎 藍白因為一己之力 因為黨派就要擋 因為你是民進黨執政 所以我要穿你小鞋 讓你來看 所以我就擋這預算嗎 這個很可笑嘛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藍白的委員要想清楚是說 如果今天 執政黨編的預算有問題 你就在立法院審查預算 好好修理他 好好監督他 民眾絕對不會有意見 但是如果你為一個黨派為意氣之爭 去講這些風涼話 那請問一下 這個民眾會支持嗎 那請問一下 支持 投票給你的選民 是要你來黨派之爭 還是要為台灣的安全 台灣的經濟發展 還有民生法案 來請你來立法來監督 不是嘛 如果大家一面就是 只要是民進黨提的 我就反對 反對 那請問一下 對民眾會是比較好的嗎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國防 台灣的國防 不容得 不容得忽視 所以他的國防經費 如果在你們 在預算的時候 覺得OK 你們覺得沒問題 就可以大力支持嘛 其實我覺得 部分黨派立委 應該有個觀念是說 在外交國防上面 大家團結一致對外 在內政方面 只要執政黨做不好 你就嚴厲監督 嚴厲監督他 甚至三大預算 我覺得民眾都會支持 但外交國防方面 希望大家是 大家一條心的對外 如果大家在外交國防上面 不一致對外 那台灣很容易被中共看破手腳 對民眾是好的嗎 嗯哼 呃 香港還有機會嗎 因為在 19日的時候 呃 香港的立法會通過 草案 明定這個 判亂及 呃 叛國都可以判終身監禁 這個就是香港基本法23條 那對媒體呢 呃 包括這個 煽動啊 那非法獲取國家機密啊 都可以判刑7到5年 那境外勢力就是你們國外勢力 哦 貫穿整個立法內容呢 新增呢 干預罪 可判4年 所以在2014年9月22號 香港發生了雨賞革命 反對中國介入香港的選舉 可是我們現在看出來 一件事情 在中國不斷的涉入之後 香港的這個基本法通過之後 各位 好像言論自由在香港已經沒有了 呃 50年不變 現在完全改變 現在香港人 連講話的自由都沒有了 我想問 各位 不珍惜台灣的民主吧 政哥你怎麼來看香港 這基本法23條 已經 呃 通過他的草案 如果照這個立法的目的的話 那香港還有言論自由嗎 沒有 沒有了嘛 那請問一下 大家還不珍惜台灣嗎 你今天在台灣 你罵總統罵立法院罵誰都可以 只要在合理方面 就有你的權利嘛 這是你的權利 但香港沒有了嘛 第二點是 香港因為雨傘革命 因為中共這樣介入以後 整個經濟是不是下滑很多 對 相較於台灣經濟裡面 香港現在收入 他的以前在亞太裡面的 所謂金融圈地位 已經逐漸被新加坡取散 是小龍失守 沒了嘛 對 那如果大家 如果照這樣的基本法的目的 那請問一下 馬雲軍會不會被算叛國罪 如果以這樣來講 應該算喔 而且還有那個 境外勢力 對 如果照檢調 或者照現在目前台北上證據說 馬雲軍如果他要把一些國王的機密 交給韓國或是其他國家的人的話 或是對手 那請問一下 照這基本法來看 他會不會被判刑 對 如果照基本法這樣23條基本法下 那以後台灣聊什麼 只要提到 對於中國不好的 是不是就是要入罪 對 所以媒體是不是有寒山效應 媒體就只能報喜不報憂 那這個乾脆 就是其實國營就好了 一言堂 一言堂就好了 那如果大家 還想要爭取這樣的自由 可以罵總統 可以罵官員 所以我們可以用我們手中這一票 選到你喜歡的民意代表的話 那 是不是應該要 反對香港這個基本法 對 因為你看他香港立法會 其實才89名的議員 其實 雖然有像我們在歡迎 因為他是這個 区域性的 他們既然要通過這23條基本法 他們是馬拉松開會的方式 只花了50個小時 就完成審議草案 那181條的這個條文 及28條 法例中67條的相關修訂 他們只花50點 就完成了 所以你看到 89名的這個議員 因為是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 一樣 三毒全部通過草案 各位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醒這件事情 因為 北京下令 你們50天內就要通過 他們真的非常認真 所以 香港選這個 立法院 立法會的議員呢 已經要變成官派了 已經變成官派了 所以 你沒人敢說不通過嘛 所以 你看我們 如果要通過條文 你願過的時候 大家一定稍微不忘記 其實明天我打操 香港現在立法局 這些立法的所謂議員 他們 要選舉的時候 要先經過 中共審核 結果 我們以前 大家耳熟人想 香港的所謂建制派跟民主派 那這一次幾乎沒有什麼民主派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初選的時候 在登記的時候 資格很多不符就被刪掉了 刪掉了 所以等於是說 這次只要我 效忠北京 我北京的認同的人 我就有機會 我就能當選 當選機率相當高 那相對於我們台灣的民主 台灣 你今天就算你要選 就算政黨沒有提名 你只要 對不對 符合資格 你都可以來參選來登記 那反對 反正香港不符是 如果你的資格不符 連當候選人機會都沒有 那 難怪說其實 所以說北京只要下去說 多少時間要完成立法 難怪這些立法 舉得馬上可以 在規定時間內 他們 北京中國 期待時間內 完成立法 反之台灣不一樣 還有說一個法案 或十年二十年 甚至說沒辦法立法 為什麼 因為 各個委員有不同的意見時候 就沒辦法 對 是不是這個相比之下 我們要真心 我們得來不易的 我們的選舉權 跟被選舉權 對 我講到這個 講到說 其實台灣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說 除了選舉跟被選舉 還有罷免權 如果對這個民意代表 或對這個縣市首長 或行政首長 不滿意 你還要發動罷免 請問一下香港能不能 中國當中能不能 不行嗎 你看幾個例子 你看現在之前 好有選完 大家要罷免何人 甚至現在很熱的 大家罷免謝國良 那 有些時候被罷免的時候 嫌 他的就相對做事 比較低調一點 就專心市政 對 所謂加倍鳳凰 那有些時候是 面臨罷免的時候 就是 趾高欺亞正 跟他硬碰 跟民意去對抗 甚至說提出一些 所謂的大撒幣的政策 那 這個會讓民眾 覺得說 如果 跟民意 你講這個好像 我最近聽他的新聞 好像滿熟的 是謝國良嘛 是 就忽然間這個 支費 就忽然間 臨遠嘛 對 也不用做公益 然後我的年紀 從35歲 到45歲 那大家會講到說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觀察說 這個金融市長 罷免案 我們那時候評估 成功的機率 維乎其為 但以目前 謝國良這種的 危機處理方式 我覺得 罷免案的機率 大增 我覺得 謝國良 其實 你在做很多事 有些整理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稍微 收斂一點 低調一點 面臨罷免的 風潮的時候 你是要低調 專心點市政 不要再去 成口舌之快 我覺得 這個對金融市民來講 不是一個好的 謝國良其實講過說 其實 這個取決 這個當時的取決是 選舉 通過罷免的方式 是不太好的 那 為什麼大家 那麼多的縣市首長 為什麼大家 只要罷免你 那個之前想要罷免 那個新北市長侯友 是因為他 放棄市政 去選總統 就是耽誤的市政選擇 請假請113天 但是人家回來後 現在專心市政 現在每天都有所謂的行動自理到各區去聽取名義 那你謝國良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做 有啊有 他有辦那個李座堂會 李座堂會 還有登記 還有登記 你知道新北市行動自理 你不用登記啊 那 那這個朋友很奇怪 那你 共產黨差別 會不會有對價關係 那會 這很夠問你 你說那個侯友宜辦這個行動自理 對 那個目的是什麼 然後他的行事 行動自理就是說 他就是到每一區 找當地的里長跟區長 然後帥的時候 相關的局處官員去那邊練習 然後里長就 把他們這邊 對這個地方的一些大小事 或是說需要改善 需要建設的地方 當場 跟侯友宜 來建議 那侯友宜如果覺得可行 馬上交辦局處場去執行 效率 減低 效率很快 那這個東西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所以每個人 因為 在第一線里長是最清楚 有哪些工程 哪些設施需要改進了 所以因為這樣也博得 侯友宜其實能連任成功 其實都自己對他講 是一個很大一個功效 那我想問 這個撇開香港這個話題 因為你提到侯友宜這件事情 這不禁讓我想問 現在好像大家都在佈局 新北市長的選舉 可是大家新聞都這樣出來 你對新北市比較了解 你可不可以來分析一下 因為大家 大家都是物理看話 阿天阿鱼 可是 侯友宜就已經滿了 他到底要交給誰啊 其實老實講 通常第二任的市長 大家會講話提前跛腳 對啊 可是我發現侯友宜還有相當影響力 所以現在 藍綠白都在佈局新北市長 那 那 以目前藍綠來講 大家要點名有誰 李四川 台北市長李四川 然後現在的副市長 劉荷然 還有前副市長 謝政達 也有人在提 然後再來是前內政部長 李鴻遠 以及 這一次立法選舉最高票的 淡水選手 黃孟凱 這是國民黨 現在有點名這幾個 然後在民進黨部分 大家耳熟起來就想說 蘇橋會 甚至有部分講說 李又昌做的也不錯 那在民進黨部分 大家耳熟起來就覺得是黃國昌 因為黃國昌自己講過說 柯文哲 指派他負責新北區域 對對 他在板橋也有付出 對他在板橋 那這次很吊詭的是 侯友宜 前幾天在板橋區辦行動自己的時候 黃國昌有到 而且他是受邀來去的 你說是新北市政府 邀請黃國昌立委去那邊 我不知道是新北市這種邀請還是侯友 因為黃國昌有說 謝謝侯友 這次邀請他來 第二點是 板橋有兩席立委 一個是黃國昌 一個是月圓支 不是 一個是那個張宏露 一個月圓支 對對對對 然後這樣黃國昌是不分區 就提議嘛 對不對 好結果只有黃國昌到場 大家就在解讀說 所以張宏露沒到 夜宴支也沒到 沒有 所以大家在解讀說 是不是藍白河 還是說他們只有通知黃國昌 還是黃國昌自己主動到 我覺得其中自己的東西 如果沒有通知會 所以你這樣講的話 就是夜宴支跟侯友宜 現在不會合就對了 不會合不合 我們不做多的評論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其中自己黃國昌會去 這很有趣 所以他被藍白河了 有可能 那另外一點說 目前 藍綠比較被點名的兩個立委 蘇巧惠 以及那個 洪鳳凱 蘇巧惠有沒有去 沒有 我們目前比較點名的 蘇巧惠洪鳳凱 最近都有跟媒體參序 都有跟媒體參序 對對 有要親力嗎 部分人 我有去過其中一場 所以要親很多場 也不是啦 就是說我有去過其中的一場 然後這個 其實我們也問 當時我去的時候 問了那個立委說 你有沒有選舉 他說沒有 這是大家 大家這樣講講而已 我們就努力做好 靜觀其變 沒有努力做好立委的工作 立委工作做得好 才有辦法 對不對 然後當時 民進黨一些民進代表 都覺得說 我們要團結 團結 不管這是提名誰 那也建起黨中央 早點提名 不要太晚提名 因為幾次提名 都是比較起步 比較後期 對 第二點是說 其實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在我觀察民進黨在新北 不管無論是以前台北線 或到現在新北市的首長選舉 從來沒有一個立委 直接去挑戰市長 走出來後 不見每個人都知道 這個就回到之前 我們所謂吳秉瑞 大秉立委 那時候在新莊 想要挑戰市長的時候 大家覺得他自民度不夠 民進黨評估後 自民度不夠 那蘇巧會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他 這人給我再問你 插問一下 就是 五月 民進黨要黨籍改選 是 蘇巧會不會出來選主委 目前我前陣有跟幾個 民意代表聊天 他們覺得說 所謂主委 這個還言之過早 到底要怎麼選 他們 有傳說什麼 張宏路 蘇巧會 或其他人 目前我問過他們 我是要探討過 一些所謂的民進黨 一些執政的人 他們講說 其實沒有那麼快 然後這個 以目前來講 新北 只要是 蘇系 英系 新系合作化 那就是他們良東之路 對所向無敵 他們 還沒確定要是選誰 那也不見說 要選市長就要站第一線啊 這麼重要嗎 重要是說怎麼樣可以 因為這一屆的主委 對他們來說應該很重要 就是做一半 如果做一半 我就顧 因為主委是都專家 對 有人說蘇巧會用 這些身份 都可以去照顧可憐 我覺得 這個 因為五月 目前主委是代理的 前主委 這個合謀現在去 黨副明 對 那這情況之下 現在每次的 新北市的主委選舉 都是要到選前最後一刻 才知道有誰 然後大家會角力嗎 不管各派系會角力嗎 像這一次是 這一次現任的主委 前主委 合謀那時候是 政國會 跟那個勇文會合作 那下一屆來講的話 以某派系講說 他們現在隨便 他們派系的人數 早就在主委會過半 所以其實 楊東之路是 要給誰當而已嗎 那我也想說 其實 在我印象中 新北的市長 從來沒有 民進黨裡面從來沒有一個 是立委職權 第一個知名度不夠 第二次 請問一下 如果以 資深來講 以論之一來講 那 新北最資深 最深的立委是誰 林淑芬嘛 對不對 林淑芬 而且林淑芬 在大家的 不管藍綠的喜效都很好 大家覺得說 他是民進黨裡面 最後最有良心的 一個委員 尤其在民生議題上面 對不對 當時為了萊芬 他林淑芬 冒著膽忌處犯 投下反對 結果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蘇小蕙要出現機會 除非什麼 蘇貞昌 蘇貞昌 大力的去 想辦法去 摩取支持 否則他出現機會 比較小一點 那如果蘇貞昌出手 蘇小蕙會不會被關上一個 靠霸主呢 其實民進黨要支持誰 我都沒意見 因為剛好是 談論到這個議題去插胎 對 可是有時候順便講一下 因為那個 我覺得啦 我為什麼特別問 政哥主委這件事情呢 因為主委 只要是派系 推舉出來 派系共治 對 沒有了 要選市長 自己去做主委 可以招呼轉市 不然找一個人 代理 幫他做一半 所以我才會刻意問一下這個問題 當然這是無心插流 柳成英 賀蘭阿里白再會 拜拜